另外左右逢源的伊斯兰党目前依然跟巫统和土团党谈判一起分配 避免相互对垒 伊斯兰党总秘书拿督斯里打击邮丁就信誓旦旦地说 在马六甲周选提名日之前的盟友之间肯定能够达成协议 打击邮丁配合伊斯兰党筹备第67届代表大会召开记者会时表明 目前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 希望扮演中间人或调解人角色 避免国阵和国盟硬碰硬 并希望可以囊括马六甲的19个州议席 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优势 另外选委会透露 马六甲周选的提名表格从上个月18号开始 在布城和马六甲选委会办公室出售以来 目前售出254份提名表格 马六甲周选委会 感谢观看